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經常有人來問我 小白 你的Cosplay服裝是怎樣製造的? 其實真的挺難用文字去解答 而且每一套都不一樣 所以我就拍了這條Making of的影片 來跟你們說到底我的Cos服是怎樣製造的 就可以順便給你們來參考一下 先說明這條不是教學影片 是分享而已 這次我要製造的是 One Piece裡面的Perrona Jeans Freak Version 我首先在淘寶找了一件 本色最貼近Perrona身上那件的工人牛仔褲 然後我就買了紅色和白色的短板緊身T恤那一件 還有一對白色的過失物 還有一對紅色的圓頭高跟鞋 好了 入正題 前幾天我就去了Secret Kingdom 找Mina幫我修正這套Cos服 因為我是不會用衣車的 所以他也幫了我很多 一開始我們就分工合作 他首先就量好了花邊所需要用到的長度 然後用紅色的T恤展出製作花邊的部分 然後再用衣車去縫製 我就不太清楚他到底是用什麼方法去縫的 他縫完之後就反了出來 然後再在下面縫一條線封緊它 同時我就在白色的T恤上面 畫在Perrona上衣圖案的草稿 然後再填上顏色 畫草稿的這支筆是用來設計在衣服上畫草稿的 用水的話就可以先刷掉草稿的 但是就要注意 不可以在濕的布料上使用 不然草稿筆就會廢了 而上色方面我就是用普通的廣告彩畫的 但聽說有一種顏料是專門用來畫在T恤上面的 詳情我都不太清楚 如果有知道的觀眾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在我畫好的同時 Mina都已經縫好的花邊了 所以他就把花邊縫上T恤 在褲方面 因為是一開始就已經選了一個 比較貼近Perrona身上的工人牛仔褲 所以只要剪一下褲長 摺好之後再縫緊就可以了 通常我會自己做的Cost服 都是比較貼近日常的 大部份都是會用現繩的衣服來改 拼拼拼拼拼就做了出來 如果你想Cost的角色都是比較貼近日常 你也可以嘗試這樣自己做的 除了會省成本多一點 做完也很有成功感 今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支持我 然後就跟我留言說你們的感受 或者...給我一點意見 還有如果你們希望我下一次做Cost服的時候 都繼續拍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各位小粉蛋 我是小財富Mina 入得廚房出得廳堂